又到了上课时间 随时钟声响起 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狐狸猫的班级 老师在跟同学们打过招呼以后 拿出了好几组拼好的积木 接着老师开始介绍这些积木 里面包含了已经拼好的各种动物造型 像是狗狗 猫咪 猫头鹰 还有积木做成的草地 以及可爱的树木 这时候狐狸猫忍不住提问了 老师 这跟我们今天要上的细胞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咯 来 我们现在再更仔细看这些积木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我知道 它们好像都是同样的积木拼成的 没错 李李说到重点了 其实这些动物造型都是由一些积木所组成的 就好像生物也都是由一些单位所组成的哦 就像这些积木一样 生物的组成也有所谓的基本单位 在继续往下说之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麦麦 狐狸猫 李李 你们觉得这三位同学 有没有哪里是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有人说 它们都有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等等器官 也有人说 它们长得完全不一样 的确 就外表的特征来说 每一种生物看起来都不太相同 即使是你和你的爸爸妈妈 整体来说 看起来还是长得不太一样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呢 地球上有各式各样的生物 它们的外表 体型 都跟狐狸猫它们一样不太相同 但既然它们都被称作是生物 在它们的体内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地方呢 其实生物体内的构造 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每种生物也都有类似的组成生命的物质 来帮助生物表现出完整的生命现象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奇 细胞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到底它有多大 长得是圆还是扁 好 你们的心声 老师听到了 在之后的影片开始介绍 细胞构造与外形之前 我想和你们说一段 有关细胞发现的科学史 到底细胞是怎么被发现的 是谁发现的 以及是用什么方法发现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要看很小的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到放大镜 那如果是要观察 连肉眼也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使用一种工具 叫做显微镜 在西元1665年的时候 有一位擅长发明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Robert Hook 我们习惯叫他虎克 当时虎克用自己做的富士显微镜 去观察软木栓的薄片 他看到了许多像蜂窝状的小格子 也因为这些小格子很像 一间间教室所住的单人房间 他便用拉丁文Cellular命名 这也是日后生物学家 命名细胞Cell的自源由来 但其实虎克看到的 并不是活的细胞 而是植物死掉以后的细胞 它们的细胞壁所构成的空腔 虽然在当时虎克并不知道 细胞之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因为他观察到的是死掉的细胞 所以他也无法知道细胞内 还有其他的物质以及更少的构造 但这对于一百多年以后的两位科学家 许旺和许莱登提出细胞学说的概念 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什么是细胞学说呢? 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吧 自从虎克发现软木栓的细胞以后 后来的科学家们持续研究 例如德国的动物学家许旺和植物学家许莱登 分别在动物体和植物体内发现细胞 在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啊 科学家们证实 生物体是由细胞所构成 于是归纳出细胞学说的理论 认为生物是由细胞所构成的 也就是说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在影片结束之前 赵冠丽要来帮大家做个重点整理 第一 生物体虽然外形不同 但都有相同的基本组成单位 第二 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第三 首次发现细胞的人是虎克 在虎克首次发现细胞之前 早就已经发明了显微镜 那为什么在虎克之前 都没有人成功观察到过细胞的外观呢 欢迎你去找寻相关的资料 并且在影片下方留下你的意见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